人的一生贵人越多,做事情越顺遂,夫妻与财运也相继而来,但不是每个人命里都有贵人相助,什么样的人才有这样的好运气呢? 来看看一生有贵人相助的手向特征吧,指纹拇指和食指,是窝纹手指的指纹分为两种,一种是窝纹也称为痘,一种是流纹也称为不及,如果人的手指上只有拇指和食指是窝纹,其他都为流纹,表示此人心胸宽大,能容忍,人缘极佳并善于交际,所以会获得很多贵人的帮助而成功,只有无名指是流纹除了无名指是流纹以外, 其他手指上都是窝纹的人,也有很强的贵人运,其人很善于交际应酬,能得到上司的上司和提拔,也可得到下属的拥护,直到晚年运势都很强盛,而且一路上都有很多贵人相助,手掌中有贵人线所谓贵人线,是指在生命线的内侧生出的短线,又明火星线,古人也称这为祖印文,意思是祖上基因德而产生的文线,因德深厚的人, 手掌中通经常会出现明朗而深长的贵人线,于是时刻得到贵人相助,从而化险为夷,也容易因得到贵人的助力而事业成功,手掌中有所罗门环在手掌的墨星丘上,有一条略微向上弯曲的手纹,称为所罗门环,由此文献的人很有智慧,对讨厌的人也能真诚交流,相处融洽,能抓准时机,把握好运, 他们是特别幸运的人,困难时自有贵人相助,此外,这类人也有着不错的一性缘,再加上独到的眼光,能找到一个相貌好,气质家的伴侣,算命预测,财运,婚姻,事业,观颂,八字合婚,广结善缘,本文作者微信,171-868089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